主席 尋到時間為三十分鐘 謝謝主席 謝謝院長 那是不是可以邀請我們的江院長 以及我們新任的內政部成部長 科技部張部長 以及懷包署衛署長 請江院長 成部長 趙委員好 院長好 我想今天為什麼一次請三位 您新任的內閣成員上來 主要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 本席不管過去擔任議員還是現在擔任委員 那我比較少見 在這個總質詢期間 進行比較大幅的 這個內閣改組 那這個內閣改組 我剛剛看來 我們總共已經有十八位委員 已經總質詢過了 也換言之這十八位委員 我替他們報區 因為他們沒有機會 可以問到您全新的市政團隊 那所以我們認為 這一件事情比較不尋常 那可能對於國會 我認為也有欠尊重 不過沒有關係 這是你的行政的職權 但是這也是我們這個問政的職權 所以我必須要針對這三位 新的這個首長來進行 因為剛好都有他們新的這一些 狀況出現 我們要來問 那當然我們新的政務委員 其實也有 但是因為根據體力 我沒有請他們上來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 我想要請教的是 內政部陳部長的部分 我想請教一下陳部長 關於這個人事的更迭的部分 有沒有傳出內鬥的傳聞 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想問您的是很實際 就事論事的部分 護政系統的當機 是我們的前任理部長 去職的原因之一 那現在呢 可是您上任的時候 的第一天 台北市的護政系統 又當機 而且那當機的時間非常尷尬 剛好就是準備下班期間 又有新人被耽誤 公務人員延遲下班 這樣的一個情況 當然沒有辦法苛責你第一天上班 你就能夠完全解決這個問題 我要具體問的問題是 你要多久的時間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這畢竟是你上任很關鍵的原因 選在我們總質詢期間來換人 多久時間你可以解決這個護政當機的問題 剛剛趙委員報告 第一個 這個護政系統的問題 我想可能也不是 李部長棄職的原因 那第二個就是 昨天這個當機的原因 是因為黃安達公司進場去維修 這個在操作上發生的錯誤所產生的 在半個多小時以後 他就重新在這個 把這個系統改回來以後 他就回復正常 第三個我跟您報告的就是 護政系統現在是 基本上來講 可能有三個原因 我們都 都在跟廠商在密切在協調中 但是 容許我們 有一段時間的這個 改進 我想要 切切的跟您報告說 哪一個時間 會 完全 這個會 正常 我說實在 現在沒有把握 所以你知道 昨天發生的事情 是因為他在選擇 在上班時間 進行維修 然後造成當機 這你可以接受 我已經 早上已經跟 這個 副政司長交代 所有的維修 就這樣的改變 以後不准在 上班時間來做 好 那具體的時間 你沒有辦法承諾 那我們到底要等多久呢 也就是說你給我們一個空頭支票 一季半年 或者是一年 甚至做到馬總統任期結束 隨時發生事情 都不用有任何的責任嗎 我給你報告 這個系統非常的複雜 我想你也知道 這個不只是硬體跟軟體的問題 所以 這個技術性的問題 在這麼一個複雜 我要去答覆一個時間 是不負責任的 這個回答也很不負責任 原因是因為 我很負責任的是 我不願意捲入 口水在裡面 從江院長 李部長跟您之間 我很支持 我沒有問這個問題 是 可是你怎麼能夠 不告訴國人 你一個時間性呢? 那你現在這樣 互贈當機裡面 我們每一天 在江院長也好 馬總統所適餘的任期 我們都要活在 恐懼跟不確定感當中嗎? 我跟您報告 在每天十萬件的申請案裡面 在最近 他從這個錯誤的這個 沒有辦法當天給他的這個件數 已經降到現在是大概一百多件 那麼這一百多件 我們都是在隔天 用雙掛號或者派人 輕送的方式來處理 當然這個結果我們當然不滿意 我們還會繼續努力 但是您剛才希望我能夠給你一個時間 坦白講 我這麼一個複雜的事情 我今天如果去 所以你即便到說 今年內要解決這事情 你也沒有辦法保證 當然不會那麼久 但是我們現在還有硬體跟軟體的問題 你必須要好好的解決 我現在沒有辦法給你一個時間 我想國人只能讓你一個選擇就是說 你究竟有沒有辦法告訴我們 今年內你要徹底決定 今年還很長欸 今年還有三個季欸 今年現在才三月第一季而已 有沒有辦法告訴我 還是你就是乾脆告訴我說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這個答案 因為我就沒有辦法保證 什麼時候可以解決 這是你要告訴我們的嗎? 我們當然要儘快的解決 但是在此時此刻 我說實在沒有辦法告訴你 哪一天可以解決 但是你剛才是告訴我們說 絕對不會超過今年內 要解決這個問題對不對 我現在可以給你承諾的就是 沒有辦法當天辦解的案件 我們一定用最影響最民眾 這個減少它不方便的方式來處理 好我想部長齁 你今天是第一天備詢 但對你會有點壓力齁 不過我只是要提醒 因為如同我跟將院長經常講的 要做有感的事情 你剛剛提的是一個安全的答案 但是我覺得對國人來講 他可能想要得到的是更確切的保證 不過沒關係 我可能沒有辦法在那邊得到這個答案了 不過第二個問題想要請教您的是 今天我們也看到另外一個憲政體力上的問題 就是卡車衝撞 貨車衝撞 總統府這件事情是國人不能接受的 懲處也是必要的 可是我們看到報載 是由總統府直接透過國安局下令 越過了內政部 越過了警政署 直接要求台北市警察局提出懲處的名單 當然可能報載造成了台北市長也好 或者是其他人等的不約 但是誰不約 這個我也是有興趣 我的興趣是我想請教您 當然包括院長 您到底知不知道這個狀況 知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知不知道說總統府越過了行政層級 直接要台北市警察局提出懲處名單 我先請教院長好 您知道這個事情嗎 向委員報告 發生衝撞事件之後 尤其在總統這個外訪回來之後 我們曾經討論過這個事情 那我也知道總統府已經責成 專案小組調查 當天各個單位究竟有沒有疏失 這裡面除了總統府的警衛人員之外 也包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在外圍的交通管制上 是不是有做到規定的要求 所以就我的瞭解 乘處名單如果會包括 自轄市的警察在內的話 我並不意外 因為我先前知道有這樣的方向 那麼至於說 他們有沒有這個所謂的越級 那個是行政流程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倒是 自己沒有看過相關的公文 我相信國安局 應該是有尋他們標準的作業程序 來進行接觸 我們這個理新聞真的是很有價值 您剛才講的我接受 因為它是一個防衛的體系 所以該不該懲處 大家要不要檢討 這個是可以一起討論 這一點您也證實了 這是對的 但是您剛也證實了說 因為進入到比較公文的流程 您並不清楚 那我問一下部長好了 那到底 內政部警政署它有沒有在狀況內 就是說懲處是可以的 大家報上來 但是是由國安局 當然它是受到總統府的號令 直接要求台北市警察局 報這樣懲處名單 這是有點躍權 跟造成憲政體力的問題 您知道這個狀況嗎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也一樣 昨天接到現在 我還沒看到這樣的公文 好 那可不可以拜託院長 跟這個 我們的部長 去瞭解一下 因為這件事情呢 我還是強調 懲處跟相關的調查 在整個世衛圈 是有必要的 因為這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情 但是如果急到說 直接躍權去處理 那也是一個不恰當的事情 我們共同來避免 好不好 請你們做個了解跟調查 那我們可以先請部長請回 第二位我想要先請教的是 就是我們科技部的部分 因為我們科技部 請一下張部長 張部長其實您在業界就相當 這個受到肯定 受到肯定 當政委的時候也相當有成績單 所以您做這個部長 基本上我覺得 也是知人上任啦 是一個好的安排 只是說上任以後 這個並不是一件大的問題 但是處理上面的這個 有點手足無措 確實是凸顯的問題 所以我想請教你 因為我們目前沒有得到科技部 很明確的回應 也就是我們一上任之後的網頁的安排 是如此的復古風 就是說它的網頁安排 基本上沒有呈現出科技部 應該有的科技感 那還是小事 當所有的媒體要正式去請教您 就是說到底哪一位發言人 可以告訴國人 告訴輿論 現在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 我們發現部長上任了 可是次長哪一位是發言人 還沒有安排好 我想請教您的是說 對於網頁上面所受到的批評 對於在整個發言人的體力上面 沒有辦法及時的去回應 您的看法是什麼 謝謝委員 首先對於這網站設計不佳 這個當然 在我上任以前不便於去干涉 這個原來國科會的同仁工作 那現在設計出來 這個外界對於這網站觀感不佳 我們一定虛心接受 那我想在昨天第一時間 這網頁不好的部分也已經下線了 第二 這個發言人的部分 本來這個發言人 照體力上就是第一位首席的副首長 我在昨天上任以後 馬上就指派了我們林一平次長 政務次長是我們的發言人 所以這個也已經 昨天我一就任以後就已經處理了 您就任是上午嗎 上午 對到下午三點多 記者還是找不到發言人是誰 應該不會 我想這個可能是我們內部聯繫不夠及時 這個我們會檢討改進 我強調這並不是一件大事情 但是我們希望還是體力 跟整個有感經濟 是我一直所追求的 那您是個好人才 所以對於院長任命理我沒什麼意見 是這個時機我當然剛才已經批評過了 這就不在話下 但是希望您好好幹好不好 好 那請回 那我們最後請一下這個環保署長 我想署長也是在學界各方面 在政治界都很有經歷 可是因為先前的沈署長做了比較久 那本系一直都在未還委員會 所以我必須要追認幾件事情 有沒有這個省歸為隨 還是說這個院長您的態度 因為我一直很關心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空污法的部分 因為在南台灣 整個南台灣的這空氣污染的情況 遲遲無法改善 我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空污的總量管制 被空污法第十二條 必須會同經濟部所綁死了 先前的沈部長 在我們多次的質詢跟要求下 他終於在去年底 終於把這個空污法第十二條的修法 從會同改為會商 送出去到了行政院 我想先請教一下這個署長 也就是可能是未來的部長 您對這件事情您認同嗎 您會繼續推動嗎 空污法這個空氣品質的保證改善 尤其對南部地區 現在談到PM10或是PM2.5等等 對於人體的健康 一些呼吸系統非常重要 至於您剛剛談到的這個 關於立法方面 會同商同等等字眼 我昨天晚上特別對這個歷程 做一點研究 有一點了解 我想這個東西現在還是在院裡面 有一個指示 就是說我們環保署必須跟經濟部 對在這個事情上 再繼續來研究與協商 這是第一點回答您 關於這個部分 第二個我覺得現在所謂的總量管制 其實裡面很重要是說 你到底是管制什麼 還有說它是什麼樣一個我們說指標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我的理解 我們這個環保署正準備 要把原來的所謂PSI 這樣的系統 因為要去細分裡面的細節 比如說2.5或10等等 我們要做AQI 再來就是空氣品質的指標 我覺得這個指標的成立 會對於問題的辨認 和對於真正影響於我們人體健康 呼吸這種健康會更有幫助 從這個方式來做 這一個部分我算尊重 但是因為這已經是一個延續性的政策 也就是大政策 相對於剛剛科技部的網站 是一件大事情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院長 因為這案子已經在您的桌上了 應該是說 現在應該是到院裡面 可能是由政務委員或者是業務處 在做跨部會的協調之中 好 這是一件大事情 所以我當然也不強求說 您今天要立刻做出一個排版定案 這不太容易 但是您可不可以願意決定說 把這件事情視為一個重要的事情 在今年內 把這件事情能夠做出一個定調 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不希望說就是環保署 反正就是出了它的環保署到臨這邊 然後就石沉大海 從此之後 因為這不是高雄的議題而已 台中以南 不分國民黨 民進黨台聯黨 每一個委員在衛航院會 不下多次的質詢 都在關切這個議題 所以 您願不願承諾說 絕對不會在行政院會裡面 用拖字決讓它石沉大海 不管結論會是什麼 讓這個議題成為您關注的議題 可不可以 是 我可以向委員明確的承諾 空氣污染這樣的防治 是一個重大的議題 那麼相關的法案送到行政院來 行政院一定會按照我們該有的流程 來盡速進行審理 絕對不會拖延 所以您會重視對不對 我會重視 好 那再來 就是我本席也是從上任以來 就一直推動到現在的 節能減碳的這樣的一個汽車的問題 汽機車的節能減碳 我多次呼籲 從第一個會期到現在 不厭其煩的說 上一次得到你一個很具體的回應 我其實是滿感動的 那具體回應是說 只要政府所投入的成本 不管是透過減稅還是預算的補助 而所獲得的效益是比較大於 我們政府投入的成本的 就該做 而事實上我們從環保署交通部 經濟部所做出的評估是夠的 但是後來我們最後只停留在 大客車跟計程車有進行這樣的補助 那當然經過我們在經濟委員會 衛生委員會的質詢他們是說 政府財政目前比較困難 可是事實證明我們在去年的 這個經濟成長率 以及包括前年 就是我們有疲軟的現象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看到很多國民黨委員 其實也提案了 也召開公聽會 他們也連署了 所以這基本上不是一個政黨 意識形態的問題 所以可不可以請院長承諾 再重啟這個思考 讓這件事情不要就此 停留在大客車跟計程車 讓大家無感 大家本來期待很高 到最後只停留在一個 可能效益很低的一個政策的產出 可不可以把汽機車的節能減碳 透過減稅或者補助的方式 能夠每年至少以十萬輛以上的 車輛的汰換 還給我們一個好空氣 也讓我們的經濟可以有個強心劑 強心爭 你們會重新思考 感謝委員 對這個議題持續的關切 就如同我在回答其他關切這個議題的委員 所講的一樣 目前我們在方向上 絕對是願意來逐步汰換 透過減稅或者是補助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來讓我們的空污 不要因為這些汽機車的排放 廢棄而造成惡化的情況 但實際的執行上 我們必須按照目前的財政狀況 逐步的推動 所以這是為什麼先從大眾型的運輸工具做起 那麼下一步如果要推動的話 比較可行的大概是製小課的部分 然後再下一步才會到小機車的部分 我想這個是任何執政者 如果衡量自己手上的裁員 大概會去做的一個合理的推動的一個步驟 那麼我們當然也希望說 在未來幾年經濟的好轉 能夠讓我們國家的國庫比較充裕 可以去做我們認為重要的事情 好先請署長請回 這一題已經告一段落 不過我想是這樣子 您讓他這件事情持續有發展 是值得肯定 但是我只是要提醒說 因為您的上任 基本上就是一個非典型的政治決定 這是我的觀點 就是認為說他就不是論資排輩的 循序漸進的 他基本上就是馬總統希望 給國人一個全新的可能性 所以您現在站在這個地方 這是我的觀點 我想每一位行政院長的任命 大概都有類似的考量 也就是說 讓國人能夠有一些新的期待 我的問題就是 所以我希望您的作為 就要跟馬總統對您任命的這樣的期待 要相秤 那首先我要先肯定的是 有兩件事情您做到了 這一點我在前所說的 要把這桂冠帶在你頭上 就是 205兵工廠的遷移案 先前我們提出了問題 究竟現在對高求人來說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上次問完之後 你很快的速度 在一個月之內 就有結論 要把它從205兵工廠遷移到203 這件事情雖然只是拍板 後面還有很多行政層需要走 但是這個桂冠 我一定要先帶在您的頭上 這是值得肯定 這就是具體有感的一件事情 或許在全國不是一個大議題 但是你要看地方的報紙的版面 地方大家的討論 會認為實在不簡單 所以你要肯定 中油在林雅寮新光社區的漏油案 這也是上次我總質詢的時候請教您的 它區域很小 但是成科很重 20幾年 也在您先前拍板之下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現在已經拍板定案 確定要予以補助 讓亞洲新灣區 昨天您也有去那邊 對劉行業中心剪載 把最後一塊拼圖拼上去 這兩件事情 有感 而且要感謝你 謝謝委員 接下來我們要繼續談有感的部分 因為我畢竟監督是我的職責 今天郝龍斌市長所提的提高基本工資 他講那個無恥這件事情 我都很支持 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因為那是形容詞 可是我感興趣的是 因為我在衛環委員會已經連續兩年 今年就是準備要進入第三年 在這樣的一個階段裡面 我們看到的是 每次在討論基本工資 都是在那幾百塊幾百塊中間 在那裡畫扒拉肩 在那邊拉鋸 每次都是在很多的條件當中 去在那裡讓大家 搞不清楚 很多的老公完全聽不懂 什麼又要連續幾季 怎麼樣經濟成長率如何 連續幾季失業率如何 然後才能如何又如何 然後每次增加的 又被人家形容詞 一顆乳帶都買不起 所以我覺得 郝龍斌市長所提的這樣的一個價碼 直接調到兩萬多 或許是一件 在目前文物百官評估下 不切實際的作為 但是我必須坦誠告訴你 很有感 那今天我有看到您對記者的回應 無恥的部分就不談了 您談的是說 如果經濟比較好 國庫比較充裕 加入TPP等等的 我們會 跟加入區域經濟整合 那我有個建議 日本的安倍首相 他也還沒有加入TPP 日本的經濟疲軟 而且他也是在風雨飄搖中 國際形勢中上任 他的那個三支劍裡面 其中一支劍 就是匯率的部分 把日圓大幅的貶值 我必須告訴你 跌破了所有財經專家的眼鏡 不切實際 不合理 不合情 但是 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 因為他立刻了一個強心計 讓日本感受到不一樣 讓鄰近的國家感受到壓力 讓日本的經濟力往上提升 要不是他又落入到 軍國主義的那樣的一個泥腦裡面 我認為他的民意支持度 跟日本的能見度會相當的高 所以我在這裡請教你 有沒有可能 先撇開人跟人之間的問題 正是因為台北市 也就台北市而已嘛 他台北市自己 而且只是雇員 他要調多高 其他的國人不會有感覺 有沒有可能你責成勞委會 打破一些的建制 真的就把基本工資 一下調到兩萬之上 距離已經不遠了 讓勞工有感受 讓勞工有這樣的有感 讓經濟的刺激跟景氣 不用再期待 某個企業主 你調個幾百塊幾千塊 我國家就把基本工資 一口氣到位 讓台灣展現 我要加入自由貿易的 這樣一個前景之下 我們先做 對勞工以及對企業的一個 啟勉有可能嗎 好 向委員報告 我當然完全贊同委員所說的 薪資問題是 國人感受最深的問題之一 所以對於基本工資 是不是應該再進一步調升 到超過月薪兩萬元的水準 這個問題呢 委員想必也非常的清楚 我們每年第三季的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集合產官學員各界的意見 由他們充分討論之後 由下而上建議給勞動部 然後行政院核定 而不是由上而下 由行政院長來指示 這個工資審議委員會 應該調多少 這是我們多年來的做法 算是非常的尊重 不會有例外過啦 也曾經也提上去 然後就被否決了 因此呢 我要講的就是 在這樣的一個程序之中 對於今年秋季即將展開的 對明年基本工資 是不是會做成調升的決定 我們現在無法預斷 那我們不排除這種可能性 但是基本上要尊重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決定 這是我們的立場 曾經 我忘記是不是您當院長了 我記得好像也不是 是他上一任院長吧 是 就已經把人家審議委員會 這個部分把它打槍了 這個沒關係 這個例子也過去了 那個是局部的 就是有設了一個條件 所以 秋季 時間的問題 我蠻期待您講的秋季 但是我真的更期待的是 沈議委員會該尊重啊 產官學都在那裡 好像有什麼九大領域都在那邊 但是其中一個領域 就是政府的領域 政府有沒有先 就是經過宣示 經過你的評估之後 認為我們現在 如果能夠一步到位式的方法 其實是可以展現 對於我們整個國際社會說 台灣準備好了 我們對於加入 自由貿易所帶動的經濟 是有信心的 我認為您的宣示 是如果有感 它會感動到民眾 民眾自然就會去影響到 這九大領域的 各方面的產官學的學者專家 所以我對 有這樣的一個期待在 那我想 既然我們老委會主委已經上來了 這個秋季的這個部分 您的看法怎麼樣 有沒有可能提升 社會上的大眾對基本工資 所賦予的想像空間太大了 基本工資目的不是在做調薪這件事情 基本工資本來就是在照顧 在邊際勞工 因為物價等等上漲的壓力之下 他無法去負擔 新的一個就業的狀況的時候 才給他做一些調整 他的目的不是為了去調薪這件事情 真正要調薪還是在整個產業結構的調整 跟整個企業組 怎麼樣去把它調整的部分 事實上勞動部現在在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來講 我們正在研議一件事情說 如果今天對政府的採購案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去針對那些 他企業組願意承諾 給他員工調薪的這些 這些招標的這些企業廠商 如果我們給他優先來 這個就是可以去考慮的部分 另外比如說來講 我們對於很多的這些 所謂的3K的產業 如何去改善他的工作環境 讓他工作環境裡面能夠 因為他其實3K工作環境 其實他企業的那個薪水是很高的 他可以吸引年輕人進去 其實我們已經有看到一些案例出現出來 我想這後面當然最重要的 還是怎麼樣讓年輕人他的技能能夠提升 事實上因為我們的就業是因為 就學的關係 所以到現在這個薪資沒有辦法提升 我剛才稱呼錯應該叫部長 潘部長 我想這個現在勞動部既然成立 那我覺得 我其實苦口婆心講的 是撇開了政黨意識 我認為你們現在這樣做 是對執政黨加分 你們不做當然選舉會見真章 但是我在這邊還是苦口婆心的建議 秋季還沒到 或許打破建制 展現一個勞動部成立後 新的院長新的執政團隊 我覺得真的展現給人民看看 特別在今年721的大選選舉年 我覺得讓朝野為這件事情 有一致性的肯定 這是我的期待 先請部長請回 那我接下來要繼續請教一下 這個院長的就是 TPP的加入是大家一直在討論的 這一點沒有錯 或許外交部長可以上來協助您 那您知不知道說目前 因為我本席剛從接受 這個美國政府的邀請 去那裡做了相關的訪問 那訪問裡面呢 對於經貿的部分 是一個他們很重要的關切 所以我們有一些心得想說跟您分享 其中有關於被俗稱叫做 Fast Track的叫做TPA 貿易促進授權法 我可不可以先請教一下 我們外交部部長 對於目前 您稍微瀏覽一下上面的PowerPoint 不管是參議院的 這個民主黨的多數黨的領袖 他們重要的民主黨的資深的委員 還是呢現在的代理議長等 包括國內跟國外 國內是中央社 國外是我瀏覽的所有的報紙 他們的一致決議都是 在今年的期中選舉結果前 美國政府不可能去得到 參議院同意讓這個 貿易促進授權法TPA 也就是俗稱的快速審批程序 Fast Track 提供給歐巴馬政府 換言之 在今年底11月以前 歐巴馬政府不可能擁有一個 不經過國會協商 而就直接跟各國簽訂 或者談判有進展的 這樣的一個權利 而我們卻看到了我們的政府內閣 包括我們的管主委等等 告訴我們說 現在 今年有可能會加入TPP 當然院長您有幫他修正 說今年有可能談判 重啟 這個今年開始談判 那我想請教部長是說 在現在美國國會已經明確 在他們選舉考量下 表達了不可能去做這樣的一個提供 我們的因應策略是什麼 我跟委員報告 當然這裡面牽涉到國際跟國內 國內的部分 當然準備的工作還是在繼續 那國際的部分 當然我們也在觀察 就是上一個階段的部長會議 在新加坡剛剛舉行 那事實上是沒有獲得決議 TPP 陳如委員所提到 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當然美國國會裡面 現在有不同的聲音 但我們還在觀察 下一步的發展 就下一次的這個 APED 貿易部長會議 會在五月份舉行 所以我們會再繼續觀察 下一步的發展 不過剛才您提到那個因素 我覺得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我們會非常的注意 好 那請教院長 這個部分不是在潑冷水 我們只是說 我們朝野都希望加入TPP 所以我們希望的是說 我們務實 譬如說真的美國國會 目前因為選舉 考慮有這個狀況 那我們就不要誤判 不要誤判給我們一個 不切實際的目標 是今年如何如何 可是那就算 不是今年如何如何 有很多人判斷 其中選舉過後 選舉考量不在了 或許美國國會就會 給歐巴馬政府 更大的空間 也不一定 所以我在這裡請教一下 這個院長 因為我有看到你們的閣員 都有提到說 今年我們就有可能 要進入到修法的程序準備 要因應TPP的部分 那既然已經有這樣的修法準備 我們從過去ECFA的例子 或者是現在福茂 朝野如此僵局的例子 它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考量 那個考量是 先前的溝通不足 不管是對國會的溝通 還是對社會溝通 以至於簽完了之後 再回頭跟國會 跟社會溝通的時候 大家充滿了疑慮跟不信任 所以有沒有可能 在TPP這一件 藍綠沒有所謂的 跟中國大陸 各種意識形態的考量 大家都願意想要 跟美國交朋友 想要加入TPP 但是它所帶來的產業衝擊 可能巨大到不亞於 我們跟中國大陸的互動 所以我們願意 共同面對這個巨大的困難 所以你們什麼時候 可以提出相關的 因應的這個措施跟策略 所謂的應變的計畫 什麼時候可以提出 我要講的更白一點就是 到底會衝擊到哪些產業 豬肉會不會衝擊 美豬是不是它 重要的籌碼之一 諸如此類的 什麼時候你可以提出 這樣的因應 報告計畫出來 然後讓國人 共同的面對 甚至到在國事會議 我認為都應該 讓朝野面對說 我們要付出多少代價 來加入TPP 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這樣的一個 好 向委員報告 這個問題 確實如同委員所講的 因為美國最近 這個國會表露的態度 使得美國的白宮 是不是能夠 如其所願 在今年呢 就完成TPP第一輪的談判 跟這個結論 結論這個是 大家現在都在觀察 並且也保持一些審慎保留的態度 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台灣 要加入TPP的決心 以及我們應該要去做的準備 那麼針對剛剛委員所講的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這一種加入TPP的評估報告 我自己給經濟部跟相關部會的要求 是在今年的下半年 尤其七月底之前 我們對於加入TPP 大概要做好哪一些主要項目的準備 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而我們的對策是什麼 也要出來 那麼至於 因為採取這些對策 所以對相關產業 譬如像你剛剛所關心的農業 或者是豬農的部分 到底農委會 估計會有多少的衝擊 以及採取什麼樣的補救 或者是輔導措施 或者是談判策略 我們也希望在下半年的時候 都能夠準備完畢 好 這個我們具體的這個騎車 我們希望你能夠趕快公佈 我覺得台灣人的任性十足 只要你願意開誠不公 告訴我們 我們就是要付出這些代價 讓國人來做決定 而不要去做隱藏的話 我覺得台灣是承受得住的 我們一定會非常公開的跟社會大眾 來溝通跟報告 好 好 谢谢观看